这家伙 绝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穷天乐 最近骑着50块钱的自营车也是发现好多问题 这个自营车稍微有点坡度就骑不动 而且自营车我也不太会修 最关键的就是自营车不值钱 这些设备倒是挺值钱的 什么太阳冷板呀 然后充电宝呀 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可能要一两千 所以这个费用呢有点昂贵了 也是想了后几晚上 我决定这辆车呢就不用来骑行了 平时骑到这个镇的上面 买买吃的倒还是可以了 最近这一段时间 我也是在这个网上申请了买封教育学习啊 今天的话骑着这辆自营车 咱们拿着身份证啊 到着这个镇的上面 打车去这个交管所 去学习两天 然后再预个约 考个试啊 怎么帮这个C罩拿到手里面 买一个二手的面包车 估计是比这个要舒服的多啊 小黑屋呢已经关上去了 那个门是怎么关的呢 我是在里面放了一个小板凳 然后门一边关一边推 然后门就关起来了 主要是没有什么铁丝的能给这个门拴住 不过里面呢也没有什么东西啊 无非就是一个充电宝 然后还有一些数据线之类的 应该是没有人偷的啊 咱们骑着这辆自营车 咱们出发 骑行的话 这个自营车是一个重大的交通工具啊 我感觉低于什么三五百块钱的自营车 根本就骑不了 尤其是我这种什么老古董的自营车是吧 这种呢更不行啊 轮胎它特别的细 你负重三五十斤 很有可能一下就压坏掉了 今天这个天气呢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啊 但是你看这个天阴的比较厉害 昨天也是下了一晚啊 因为你看这个路面上 都是潮湿的 自从我来了徐州这边 就没有什么好天气了 一直是阴天下雨 阴天下雨的 也许咱们这个雨神真的是 走到哪里下到哪里吧 你还别说啊 如果咱们不花五十块钱买这辆自营车 从咱们这个乡下到这个镇子上面两公里 你光只往两条腿走啊 你还真不好走 有了这个自营车呢 起码有一个什么交通工具 还方便的多啊 到小镇的上面来了 这边打车的话好打一点 我那边的话完全是打不到车 因为咱的地方比较偏是吧 这回的话得找个地方 咱们这个自营车找个地方给它停了 50块钱这个破烂玩意 我估计应该也不会有人偷啊 所以说上不上锁的话 我感觉都无所谓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啊 这边有那么多车的都停在这 咱们也停在这吧 刚好这边也没有挂什么停车位的 是个野地 前面的话有一个小超市啊 咱们买个口罩 我也不知道到那边要不要口罩呢 所以说买一个 后患无忧吧 口罩也是买好了啊 咱们这个头发好乱呀 我靠前打了发椒打的吧 咱们也是到地方了 就是来的有点早了啊 现在的话还没到8点钟 可能是9点钟上班吧 应该是8点45左右的时候 开始进去打卡 前面的话已经有好几个人在乐了 咱们过去看一看吧 应该就是这里了 上面写着驾驶人安全教育学院啊 门还是锁起来的 看一下这个时间吧 早上对吧 8点30进上 所以说咱们来的也不算晚 还行吧 这回的话也是开门了啊 人也是非常的多 这回的话排队学习了啊 现在的话到这里面来了啊 等一下就是满风教育视频了 三个小时 人也是挺多的 不是分开做的啊 挺好的 咱们静静的等待三个小时吧 学习了三个多小时啊 现在的话是中午12点钟了 肚子也是非常的饿 咱们现在打车回去啊 打车来的时候是花了16 打车回去估计又得16 三十多块钱吧 然后今天下午的话就不用学习了 没想到今天又下雨了 这家伙尬尬的门啊 咱们现在从这个地图上面打个车 咱们到了个小镇的上面去高点菜 回去喝一个 也是打车回来了啊 咱们还没吃饭呢 昨天那家有什么凉菜的干嘛的去吃一吃啊 昨天看了他们家的龙虾不太新鲜啊 有一部分的话都死掉了 虽然说是有一部分死龙虾 但是这个口感还是挺好的 咱们今天看一看这个食材有没有更新 到里面看看搞一点好吃的啊 毕竟就是价格也不贵 这个样品还是非常的多啊 看看 哈哈 是吧 啥都有啊 咱们搞一搞 买了三个菜 一份米饭 一共是37块钱 还可以吧 感觉挺实惠的啊 看看咱们的自行车在不在了 还在这挺好的 现在外面还下了点小雨 咱们骑着自行车回去了 管50块钱的自行车 就是不会让人惦记啊 今天花了多少钱 我来算一算啊 打车16加16 32口罩一块钱 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没买水啊 然后买了点这个饭 花了37块钱 32加上37 然后是多少 59 加上一块 60块钱吧 刚好60啊 晚上再吃一个这个 快餐啊 或者是干嘛的 估计又要30块钱左右吧 像这个穷油啊 这一块的 就是说一天吃的也不是特别的好 简单吃一下的话 大概是需要100块钱的 费用的话 相对来说是比较昂贵的啊 回来了 又整了两瓶冰红茶呀 这不喝冰的啊 不舒服啊 推开咱们的门 哎 这怎么回事啊 这地方怎么湿了 好像是有人踹了两脚似的 看看这里面吧 嗯 还是挺 整洁的对吧 也不是很乱 啊 行了 倒是行了 帮车给的推进来 推进来之后 咱们开始吃饭 该说不说的 兄弟们啊 咱们开吃了 哎呀 这家伙啊 看看37块钱 买了一些什么东西 吃不值得这个价格 在你们的地方 也不知道是贵还是便宜啊 首先呢 是这个米饭盒啊 大家也不用想的 肯定是两块钱一份了对吧 然后我们看看这是什么 龙虾啊 一斤的龙虾 这家伙就厉害了 打开 哇 鲜香无比啊 就是汤汁少了 还应该给我裹点汤汁的 还有菜呢 那不是一个菜 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鸡 又是鸡 又是龙虾 哇 这鸡 石柜啊 整了多少钱的鸡啊 十多块吧 啊 这边还有呢 哈哈 我的天啊 这家伙过年了啊 老弟们 太厉害了 到 哈哈 小盘都放不下了 哦 呀呀呀呀呀呀呀 这家伙 金山鱼山了啊 看看 哇 哈哈 好长时间没有吃的这么好呢 说真的 在这边一直吃吃这个这个 这个芒果菠菜的 是吧 吃这么野生的水果的啊 就没有吃过好吃的东西 哎 还是 还是还是一个人出来买吃的 他舒服啊 这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哎呀 这家伙 尝尝 哼 太香了 用啥筷子呀 是不是 上手抓吧 哎呀 上手抓的更香 这大龙虾 哇 太爽了这个 这龙虾味道也是绝了 哈哈 这个饭搓一搓 裂一下 尝尝 嗯 这家伙啊 行 一个人他出来了之后啊 他哪有那么多的讲究对不对 啊 像我就讨厌那些什么 什么乱七八糟的规矩啊 是不是 那一个人他讲那么规矩 咱想怎么吃怎么吃是吧 吃的就是舒服啊 嗯 嗯 哇 还有嚼定啊 这家伙子 哎 这鸡是真香啊 有嚼定 哎 上手拽 哈哈 哇 这块太肥了 再搓一团饭 一向我小时候 吃饭就喜欢这样搓一下 往嘴里面一塞 感觉这样好吃 啊 家里面人还不允许啊 我出来之后 对吧 这没人能管得着我了 真的是 逍遥又自在啊 来拍鸡肉 哇 真的 哇 来个大红虾 哈哈 哎呀 哎呀 吓死掉了 哇 这个龙虾呢 是他 今天才做的啊 嗯 昨天 他那个龙虾剩下来的 发现有死的 所以我怕有买到死的 要是有点螃蟹就好了 可惜呀 没有什么螃蟹 哈哈 嗯 咱们咱们最接近原始生活 对不对 原始人他吃饭 他为什么香 他为什么吃的 吃起来人就很壮又很高 他就是因为吃饭的时候啊 包括吃菜的时候 都是用手抓的 对吧 就是手抓的 他根结距离 大自然 所以说吃起来他更香 嗯 嗯 你又是拿筷子 又是拿这个刀叉的 啊 又是 你的门口能夹 别人的门口还不能夹 哎 这个规矩越来越多之后啊 这个这个人的身体啊 长得就不太好了 你知道吧 长得就没有原始人这么壮 啊 只要你胡吃胡喝的 是不是 让身体长得尝尝 嗯 哇 这家伙 又辣又香 嗯 这鸡肉 全是有嚼劲啊 嗯 哇 看看这一块 啊 鸡皮又不吃了 嗯 哇 这饺了 太爽了 等下 不管他了 嗯 哎呀 这光想着吃了 还没想着跟老铁喝一杯 满上 我这手缩一缩啊 太多油了 来喝一个啊 哈哈 这家伙 刚买的冰红茶 喝 来一杯 满上 哦呀呀呀 这颜色漂亮哦 来老铁帮干一个 哎呀 这家伙 舒服啊 这家伙厉害吧 吃饱喝足了 还剩这么多 根本就吃不完啊 三十多块钱 太实惠了 是吧 是吧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